那暖气瓶刚才换了 这泄露也得换一下 这个你先拿着 总是挑战也不行 那个瓶子你怎么找到的呀 有虾蒙的 好好说话 查指纹嘛 但是每个人在自己生活环境里 都会留下大量的指纹啊 那指纹的分布 也能说明这个人的生活轨迹 但是找到这个瓶子 真的是意外惊喜 等于说 虾蒙现在也是一种技术 不是 这就说明我 运气好 运气好 你别焦虑啊 焦虑没有用 我没有焦虑啊 挺好的 那就好 爸 秦叔叔是你最好的朋友 也是从小看着我长大的人 我都不敢想 你说秦叔叔真的会害你吗 我都不敢想 怎么 怎么停电了呀 刚刚跳炸了 我刚才喝上了 你在房间里搞什么发明呢 弄得超负荷 我没有 我那屋暖气不好使 我开了会儿空调 可能是泄露老化了吧 你跟你姑啊 说一下 你暖气平常还换了 这泄露也得换一下 这个你先拿着 总是跳炸也不行 走了 等一下 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如果你信任的人 不是你想的那样 怎么办呀 很简单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别人拼命想藏起来的东西 你非要去发现 这是你自己的选择 所以对于结果 要认 可这是我的工作 不是我非要发现 是我没有选择 对 也要认 因为你的职业 就是你的选择 你知道 你这个人最大的毛病是什么吗 就是太容易感情用事 不冷静也不客观 你知道你这个人 最大的毛病是什么吗 没感情 不然只想跟你落会儿磕了 只能还教育人吗 好